175 文匯報 吳謙出任國防部發言人 2015年7月12日中國新聞A09香港文匯報信國防部網站的新聞發言人藍木更一發生變更 兩位發言人分別是楊宇君大嫁和吳謙上舊 僅硬生到零退役 據《環球時報》報導,國防部新聞事務局原局長僅硬生已到零退役 6月份新聞事務局副局長楊宇君升任局長 國防部新聞發言人從設立以來就一直實行雙發言人制度 接替楊宇君擔任國防部新聞事務局副局長的事吳謙上舊 簡歷顯示,吳謙畢業於解放軍國際關係學院 力任裝甲兵裝備技術研究所助理工程師 國防部外事辦公室參謀 署長,中國駐美國大使館國防父母官 國防部新聞事務局署長等職 曾在任時英國百明漢大學學習 獲通商管理食事學委 國防部新聞發言人制度從設立至今 先後有五位發言人 除了現任兩位,另外三位分別是胡昌明、黃雪平及錦雅生 貼上翻訣 貼上衝 貼上衝